主機總處上修本年的經濟成長率到3.45% 反映出輸出跟內需是穩健擴張 不過從今年的8月以來 國際預測機構紛紛下調 明年的全球經濟成長預測 然後再加上本年11月 臺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轉成緊縮 突顯國內外經濟情勢仍然存在很多變數 但是全球景氣在美國經濟穩健成長帶動下 仍將朝向正面發展 這是一個趨勢 那麼應可對我外貿帶來正面注意 國內經濟也渴望持續穩步成長 未來這一年 整個全球的經濟的走勢 相當程度會決定於美國日本 他們的整個貨幣政策的走向 以及中國大陸經濟情勢的變化 那麼在這些變數之外 最大的一個變數實際上是國際油價 我們有幾個單位要針對這方面的情勢 要做個掌握 這個包括國發會 中央銀行 還有我們像經濟部 或等幾個部會 不管是我們部會本身 或者是我們外圍的這個智庫 可能都希望他們能夠在這方面 投入一些人力資源 做這方面狀況的掌握 不斷拍手 雜誌